神仙爱情 牧村踏灾发微博给妻子宫藤敬香庆祝生日 太甜了 4月14日是宫藤敬香的生日 日本时间0点31分 牧村踏灾 在微博发文为老婆庆生 Happy Birthday 能有这样的忍耐力 说明宫藤敬香也是非常的爱牧村踏灾的 只有为了自己爱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牺牲 之后牧村踏灾为了保护宫藤敬香 也很少让他再出现在观众和媒体的视野里面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宫藤敬香 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牧村踏灾也是一个非常细腻有责任的男人 相信他一定会对宫藤敬香很好 现在牧村踏灾的女儿也开始进入娱乐圈 看到牧村踏灾与宫藤敬香的女儿如此优秀 这就证明了他们的教育非常的好 只有夫妻和牧才能教育出如此优秀的孩子 平时看报道大概也了解到牧村踏灾婚后的生活是很幸福很甜蜜的